这间办公室里的人都不简单 蒙大拿州州长 即将退休的州司法部长以及联邦官员都集聚在此 他们在为贝克兄弟案商议对策 这件事中一共死了6人 州政府要给出个说法 吉米按照老达顿来之前的安排 对当晚的事情做出简短辩解 将这些人的死归结为畜牧协会探员在调查毒杀牛群案件中 意外引发的过度执法事件 但这个说法显然不能让在座的几位满意 老达顿外孙泰特被贝克兄弟绑架的是一旦曝光 民众们便会猜疑是达顿家族公报私仇 老达顿心里也清楚这些人的意思 这个事件需要有个人背锅 随后老达顿提出要求 州政府不能将达顿家族牵扯其中 作为条件 他会辞去畜牧协会委员职位 为整件事负全责 老达顿主动背锅 令在场的人有些意外 在司法部长和联邦官员表态后 州长与老达顿达成协议 至于接任者 老达顿声称会在下周通知到州长办公室 回到家后 老达顿为选谁接任而烦心 最佳人选是凯西 但他非常抵触 自认不是做政客的料 贝斯对此更不感兴趣 但他心中有个人选 杰米的自私性格使然 会利用职位主动讨好选民 而畜牧协会的选民都是农场主 对他们有利自然也对黄石农场有利 从这个角度看 杰米确实非常适合这个职位 次日一早 老达顿就安排杰米搬回主屋 为上任畜牧协会委员做准备 给予杰米权利的同时 老达顿也向他发出了警告 面对杰米的口头保证 老达顿告诫他要用行动来证明 随后杰米收拾东西 到畜牧协会上任 头一天上班 他就遇到了麻烦 田草县检察官打来求助电话 当地两名绕筒赛女选手遇袭 嫌犯抢走了他们的卡车 拖车以及拖车里的马 因为涉及到马 畜牧协会要对此事负责 同时 县检察官暗示杰米要处理得当 杰米心领神会 安排老探员亨顿处理此事 没想到亨顿却惹出了麻烦 他以探员的身份出警 再次与杰米见面时 却成了阶下囚 看这位探员是如何惩罚犯人的 他把犯人锁进拖车 自己则进入驾驶室 系好安全带 汽车先是全速前进 之后一会儿急刹车 一会儿急拐弯 犯人在拖车里撞得七荤八素 反复多次后 拖车内没了声音 看后面没了动静 亨顿将车开回了原地 下车后还向治安探员炫耀 两人之前商量好 要给这些偷马贼一些教训 为此亨顿特意借检查车损的名义 开走受害者的拖车 但这次他们翻车了 当亨顿打开拖车时 两名犯人已经咽起 说好的给些教训酿成了命案 亨顿身上的警服变成了囚服 他立即打电话给上司杰米求助 杰米自知与这件事难逃关系 立即以律师身份赶到监狱 了解到案件的所有线索后 始末编造成一个新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亨顿用拖车拉着犯人寻找被盗的马 但在路上被人围追拦截 为了保护自己和犯人不受伤害 亨顿被迫采取加速击杀 和多次急转弯的手段摆脱追击 拖车里的犯人因此意外身亡 而且在上车之前 犯人遭受过治安探员的殴打 已经有了内伤 杰米让亨顿警惕 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安顿好手下后 杰米约见了检察官 昨天正是在他的暗示下 杰米才会派探员去教训犯人 如今酿成了命案 他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检察官希望让亨顿背黑锅 但杰米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通过检察官了解到 两名死去的犯人都是外地人后 心中顿时有了办法 只要说嫌犯是醉酒逃逸 并因此开车冲入排水区受伤 治安探员就可以摆脱殴打嫌疑 作为上司的检察官也不用对此负责 最后只剩一个问题 受害人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 如何确保他能对此事保密 杰米欲擒故纵 亲自将证物拖车送回受害者家中 受害者父亲对伤害自己女儿的犯人正痛恨不已 而且他并不知道犯人已经死亡 杰米要的就是这个态度 他立刻打开拖车 让受害者父亲看里面的血迹 知道犯人已经厌弃得到惩罚后 中年男激动不已 杰米看阴谋得逞 假诚恳地表示他的坦诚基于信任 中年男感动不已热血上头 魏表诚意他主动销毁了拖车内的证据 还愿意帮杰米出庭作证 花了一天的时间摆平此事 杰米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到了晚上 女州长打来了电话 要求明天与杰米和老达顿见面 所为何事没有明说 电话挂断后 杰米内心忐忑不安 怀疑是今天的事情走漏了风声 这是个不图钱的钉子货 他名下的皇室农场价值上一美金 可面对商人开出的天价 老达顿视若无睹 他只想安稳地做一名农场主 普罗维公司接手了天堂股项目 计划在此修建机场和滑雪场 由于开发地地形狭窄 他们盯上了地形更为开阔的皇室农场 为此 律师爱丽丝找来州长帮忙 机场建成后的高客流量 可以带动周围的城市发展 届时这里每年的税收可达30亿 面对这些条件 州长内心十分矛盾 相比城市化 他其实更希望蒙大拿州保持畜牧特色 但面对强大的资本他不敢说 否则会在下届选举中丢掉饭碗 于是他采用还兵之计 表面上选择妥协私下找老达顿和杰米商量 州长计划让杰米接任司法部长职位 杰米精通法律而且是老达顿的儿子 可以全力帮忙阻止山谷城市化 畜牧协会的位子则由老达顿的小儿子凯西来接替 州长愿意亲自出面游说 老达顿在政治方面有意退居二嫌 同意了州长的计划 凯西被州长诚恳的态度打动 同意出任畜牧协会委员无独有偶 老达顿的女儿贝斯和保留地酋长都遇到了普罗维公司带来的麻烦 律师埃利斯很有手段 他通过巡回法庭办理了手续 越过酋长在保留地内的开发地上施工 同时他们也在山谷内大肆购买土地 而这触动了贝斯所在公司的蛋糕 通过上司鲍博给的线索 贝斯查到普罗维公司背后的负责人名叫罗克 两人之前正巧有过誉 如此来看 贝斯明白罗克是故意出现的 他立刻驱车前往罗克的农场 罗克正坐在屋外的休闲椅上 似乎早就知道有人会来 面对贝斯的质问 罗克坦言要在黄石建一座公园城市 而目前山谷内的最大地主是老达顿 第二就是贝斯的老板 言外之意 两人今后将会是彼此最大的敌人 面对今后的对手 贝斯当下能做的 只有开车撵过他的花池泄粉 回到办公室后贝斯发现 所在公司的股票因为普罗维投资黄石的消息传出而大涨 但普罗维公司的行动此时却异常低调 事出反常必有妖 贝斯认定普罗维公司在机场建设中受阻 否则他们肯定会大肆宣扬 用来抬升股价 在与上司鲍博讨论后 贝斯故意向外界透露了这方面消息 不久后 媒体传出普罗维公司在蒙大拿投资失败的传闻 这导致普罗维公司股价大跌 罗克一觉醒来发现损失惨重 他很清楚这是贝斯干的好事 心中暗自骂街 准备着手报复 一排价值过万的摩托被撞的稀烂 飞车党们抄起扳手为爱车报仇 但他们惹错人了 走下皮卡车的雷普手拎翘步 一棍一个将他们放倒 其他牛仔也趁机反击 飞车党全部倒地 雷普一把拎起大胡子的领口 叫他带人滚蛋 整件事事出有因 飞车党擅自剪开黄石农场的围栏 并在草场里生活取乐 雷普此时刚买完牛赌 正带着手下几个牛仔回农场 莱恩开着拖车在前 向出畜牧协会警徽劝他们离开私人领地 不料却遭到了大胡子的嘲笑 一旁的泰妹也口吐芬芳 辱骂莱恩身边新来的女牛仔提娜 脾气火爆的提娜上去就是一拳 双方因此大打出手 对方人多势众 三个牛仔身处下风 此时紧随其后的雷普赶到 然后就有了开始的那一幕 都是两百来斤的人 没想到差距这么大 雷普将飞车挡稿的人养车翻 大胡子眼看打不过 只能带人灰溜溜地离开 老牛仔提醒雷普 等晚上飞车党肯定会回来拿摩托零件 到时候说不定会趁机报复 雷普也明白这一点 修好围栏后就带人回了农场 老牛仔说的没错 到了夜晚路上一片漆黑时 几束灯光突然亮起 飞车党开车前来报复 他们准备了几桶汽油 打算火烧黄石农场 几人轻车熟路地剪开围栏 拿着手电拎着汽油踏进了草场 在手电忽闪忽弱的亮光中 老达顿已在此等候多时 看着眼前年迈的农场主 飞车党丝毫不惧 叫嚣着要把老达顿一起烧死 相比老达顿 大胡子还是太年轻 黄石的牛仔早已全副武装 将飞车党包围 但老达顿并不打算用枪解决问题 他从身后扔出几把铁锹 老达顿喊话 让大胡子和他的小喽喽给自己挖坑 欲哭无泪的飞车党只能服从 一直挖到凌晨 看时间不早了 老达顿告诉挖坑的飞车党是时候上路了 死到临头 大胡子哭了 哭诉自己在加州上有老下有小 看着眼前二百多斤的壮男类流满面 老达顿决定放他们一马 但这几个坑会一直溜着 如果飞车党们再敢来蒙大拿州捣乱 这就是他们以后的假 过去的几周里 老达顿退居二线 一直带着孙子在外露营 一是为了保护牛群 二是帮孙子泰特缓解心理阴影 但这几周农场内外发生了太多事 这让老达顿有些坐不住了 让雷普拆掉自己在营地里的帐篷 老达顿知道自己的假期该结束了 是时候回农场做点什么了 千万不要招惹女人 否则后果很严重 由于惹怒贝斯 普罗维公司的股票被他下手做空股价大跌 负责人罗克因此愤怒不已 找贝斯理论 普罗维公司想在黄石山谷内扩张 而贝斯的家族和公司掌握着这里的大片土地 若能谈成交易可以说是天作之和 况且对农场主来说 随着经济发展 地价会越来越高 迟早会因为不堪地产税重负而被迫放弃土地 罗克劝贝斯趁现在高价出手 还能给后代留几个亿的遗产 贝斯明白罗克所言非虚 但父亲老达顿坚持要守护黄石农场 他也就必须支持和维护家族 虽然与罗克所在的普罗维公司相比 贝斯所在的树莓公司不值一提 但他仍要蚂蚁斗大象 与普罗维公司作对 罗克难以理解这里的农场主思维 信心离取 普罗维公司的对手不止一位 他们肆意在开发地上动工 惹恼了保留地酋长托马斯 受制于对方有合法程序 托马斯无能为力 来找老达顿结盟互帮互助 两人虽在开发地建设问题上有过节 但都反对将黄石山谷城市化 从这一点来看 两人有着共同的目标 托马斯有多年的经商经验 老达顿有人卖背景 两人决定合伙对付普罗维公司 普罗维公司有钱有势 唯一缺的是时间 长期投资得不到回报 必然会使他们支难而退 因此托马斯制定的主要策略 就是寻找对方在程序上的漏洞 阻止事工消耗时间 老达顿和托马斯一拍即合 各自委派能人合作出手 贝斯与安吉拉因此相见 达成了共识 另一边 凯西第一天上任就遇到了棘手士 牧人内讯自杀 现场留了一份银行收回抵押物的通知 明显是个走投无路的赌狗 在拜金家产后选择了自我了断 按理说此事不归畜牧协会馆 但治安官唐尼还是找来凯西处理 凯西赶到后看着眼前的马群 猜到了唐尼的用意 等法医签发死亡证明后 银行便会收走这里的一切 届时可怜的遗鼠将会一无所有 凯西提出将马群提前出售 补助牧人的遗鼠 可这样做违反规则 虽然唐尼愿意装作没看见 但被银行发现则会有很大麻烦 无奈的凯西向父亲请教 老达顿没有明说 只是告诉凯西 畜牧协会为牧民的生计服务 而不是银行 至于凯西会做什么决定 老达顿都会全力支持 凯西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次日一早就号召了一些牧民和牛仔帮忙 将曼逊的马群打包送到了拍卖行 凯西的做法虽然违背了规则 但赢得了明星 恨意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贝斯来说 他一生中有两件最痛苦的事 第一件事是眼看着母亲死去 第二件事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了绝育手术 无法生育是他痛苦的根源 也是他痛恨杰米的原因 贝斯年轻时意外怀了雷普的孩子 严格的家教迫使他选择 向父亲老达顿隐瞒 转而向年龄相近的哥哥杰米求助 达顿家族在当地声名显赫 杰米为防止走漏消息 带贝斯到保留地的一家印第安销诊所堕胎 诊所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 杰米这里只做绝育手术 但杰米急于解决眼下的问题 知情后却没有告诉贝斯 在阴差阳错下 贝斯丧失了生育能力 而对于此事 雷普和老达顿一直被蒙在鼓里 人到中年的贝斯 每当看到侄子泰特在农场玩耍时 他心中对杰米的恨意和不信任就增加一分 因此当他看到老达顿同意杰米上任司法部长时 心中十分不满 而老达顿告诉贝斯要学会信任杰米 这激怒了贝斯使他转身离去 老达顿对此十分不解 他不明白贝斯为何如此痛恨杰米 追问女儿缘由 崩溃的贝斯讲出了那件尘封已久的往事 此时的杰米在上任司法部长后有些飘然 他认为是自身的努力和对权力的吃链 使他坐上这个位子 但不得不说 杰米确实很有能力 在代表州长与普罗维公司谈判时 他巧舌如黄 和里反驳了对方将山谷城市化的做法 但杰米的弱点同样致命 在普罗维公司的股市CEO提出 要用超高价格购买黄石农场的土地时 杰米露出了贪婪的神情 普罗维公司经常和人打交道 从杰米的神情中 他们明白对方已被拿下 杰米回到农场 敲起了键盘 无论怎样计算 这都是一笔超值的买卖 他想和父亲好好聊聊这笔生意 但老达顿没空跟他聊这个 在知道贝斯被杰米害到绝育后 老达顿都要被气死了 达顿家族世代经营在此 没想到发展到这一辈只剩泰特一个毒苗 对于杰米 老达顿一直恨铁不成钢 但如今来看 这个儿子更像是一贪烂女 同时 老达顿对贝斯心中有愧 他与贝斯坐下谈心 向女儿道歉 随后老达顿坦承自己并不介意 贝斯与雷普的胆情 他建议贝斯主动向雷普表白 因为以老达顿对雷普的了解 他认为雷普会介于身份不敢开口 听到父亲对雷普的认可 贝斯激动不已 他准备了一枚戒指 向雷普求婚 这位母亲做完早餐后傻眼了 女儿塞拉竟然整夜未归 她立刻打电话询问塞拉的好友 但整整一天都没找到女儿的踪影 焦急又无奈的母亲选择了报警 事发在保留地境内 部落警方沿路寻找 最终在居家10公里的位置 找到了塞拉的车 汽车油箱已空 车内也没有挣扎的迹象 警长据此向部落酋长汇报 怀疑塞拉在搭顺风车 或徒步回家时遇袭 当务之急时找到塞拉 可保留地地广人稀 部落警方只有寥寥数人 想要以车辆为中心地毯时搜索草原 需要加派人手 酋长托马斯打电话给畜牧协会求助 凯西很仗义 不仅将手下的探员调往事发地 还支援了马匹协助 同时她也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莫妮卡召集了自己的学生当志愿者 人多力量大 在荒野中人们找到了线索 老莫骑马在前 看到远处高坡上的一头蛟狼 心中不禁叹息 根据她的经验 蛟狼是被尸体所吸引才来到此地 果然 在坡下人们发现了塞拉 看着一不避体的族人尸体 现场的人们一片沉默 族人被害身亡 部落警方却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查案 这也是保留地内罪案频发的原因 身为印第安人 莫妮卡决定要帮部落做些什么 这天精心打扮后的莫妮卡出门 开车驶向一条偏僻的公路 不料散热器意外损坏 汽车熄火停在了路边 乌漏偏逢连夜雨 静等着好心路人伸出援手 世上还是好人多 一个开着皮卡的大胡子主动帮忙 让莫妮卡搭顺风车 行至中途 大胡子走上岔岛 莫妮卡察觉到危险下车逃跑 大胡子紧追其后运行不轨 很快就将莫妮卡暗倒在地 此时一颗子弹呼啸而过射穿了大胡子的脑袋 老莫正埋伏在不远的山坡 多辆警车也出现在荒野上 这正是部落警方联合莫妮卡制定的抓捕计划 警方在此处还发现了大量遗骸 失踪女孩案件终于告破 心有余悸的莫妮卡在车旁缓解情绪 今天的事她并没有告诉丈夫凯西 酋长知道后哑然一笑 拿出一份报纸 新闻上的凯西刚破获了一起到牛岸 而莫妮卡同样对此一无所知 另一边的凯西正享受着人们的拥粗 畜牧协会内挤满了黄石山谷内的农场主 人们争相与她握手 感谢凯西为保护农场财产出生入死 莫妮卡回到家后 质问凯西隐瞒真相的原因 而凯西看到妻子身上的伤痕 也知道了莫妮卡今日的遭遇 两人抱在一起互相安慰 今后他们将更加坦诚地面对对方 意外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 该怎样面对家人 杰米在办理任职手续时 无意间看到自己的出生证和收养记录 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杰米准备了当时的判决书 杰米的生父因为杀害妻子被判入狱服刑 入狱前将杰米的监护权转交给了老达顿 知道真相后的杰米彻底蒙了 他安排驻守寻找生父出狱后的地址 然后回到家为此事质问老达顿 老达顿自认对杰米没有任何亏钱 平静地说出了往事 老达顿的妻子依福与杰米的生母菲利是挚友 他曾劝说过菲利不要嫁给杰米的生父 但事与愿违 感情这件事无法解释 悲剧也因此发生 在杰米才三个月大的时候 菲利就被丈夫失手打死 之后老达顿夫妻收养了好友的儿子 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尽心尽职 抚养杰米长大 事到如今真相大白 老达顿当然不会剥夺杰米认亲的权利 更愿意称谁为父亲 杰米完全可以自由选择 在这场卢旁夜话中 老达顿说出了心里话 杰米则陷入了沉思 往事只能回味 当下还有更要紧的是 普罗维公司要在黄石山谷内建造滑雪村和机场 并申请占用达顿农场内的五万英亩土地 他们已经向杰米开出高价 以每英亩一万的价格收购 共计五亿美元 如果老达顿拒绝 普罗维公司会申请强制征用与州联邦打官司 杰米虽然是州司法部长 但也是达顿家族一员 根据利益相关原则会被迫回避 无法为州联邦辩护 经过利弊权衡 杰米希望凯西能说服父亲接受这笔买卖 但凯西认为由贝斯出面会更合适 而且必须要有普罗维公司的报价单 此时的贝斯正与普罗维公司进行股价大战 贝斯不停地做空普罗维公司的股票 想让他们支难而退 但对方是个硬查 普罗维公司的股市CEO威拉在防守时也发动反击 使贝斯的输媒公司损失惨重 落败的贝斯靠在椅子上 静等着老板鲍博明天来兴师问罪 此时凯西的到来雪上加霜 他带了一份普罗维公司对农场土地的报价单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贝斯感到疲惫 经营农场财政多年 他清楚妥协才是最合适的打算 他拿着报价单找父亲老达顿谈心 如果拒绝这次报价去打官司 在没有解密辩护的情况下 大概率会输 到时候被迫征收土地时 家族只能拿到15%的佣金 山谷内的开发还会导致这里的地税大涨 家族存款也难以支撑农场以后的运营成本 之后或许还是要靠出售土地过日子 最终农场周围会高楼林立 达顿家族期待人的经营将成为历史 老达顿相信贝斯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但他向祖辈们发誓不会出卖农场的土地 宁愿站着死 不愿跪着生 老达顿绝不会违背誓言 他坚信会有其他办法帮黄石农场度过这次危机 黄石农场的牛仔手持猎枪 全体出动 他们的目标是将维德送往火车站 维德是老达顿的多年宿敌 他最近受普罗维公司的雇佣 一直在农场的边界捣乱 先是散养野牛 破坏围栏 之后又故意挑衅 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激怒老达顿 迫使他做出格的事情 公司便可趁机大肆宣扬 在法庭上打压达顿家族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提纳的满脸伤痕激怒了宫棚里的牛仔 凯西和雷普决心报复对方 老达顿也早就看维德不顺眼了 同意除掉此人 临行前他告诫雷普要注意分寸 雷普计划诱敌深入 将维德和他的跟班引入黄石农场在动手 幼儿人选是雷普昨晚抓回来的沃克 沃克被凯西放走后无处可去 在酒吧卖场为生 雷普担心沃克出卖黄石的秘密 就又把他抓了回来 凯西不愿滥杀无辜 决定给沃克证明自己的机会 于是沃克独自一人出现在农场边界巡查围栏 维德和跟班看到后故意上前骚扰 看沃克转头要逃 两人纵马越过边界紧追不舍 此时埋伏在树林中的雷普带着牛仔冲出 堵住了两人的后路 维德拔枪反击 但被紧跟其后的雷普抛出套索保住 维德被拽下马后雷普没有停下的意思 继续拖着人向前狂奔 小跟班记忆不惊 被老牛仔追进树林 随后撞上树枝坠马 脑袋磕在石头上死得十分安详 与跟班相比 维德的下场有些悲惨 雷普把他吊在树上 质问他幕后黑手 死到临头维德不敢嘴硬 说自己是受普罗维公司的雇佣再次捣乱 然而即便说出了真相 雷普也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一件属于农场的东西 雷普命令沃克动手 沃克毫不手软 活生生地刮下维德胸口的黄石烙印 这同时也是一次警告 拥有烙印的牛仔不能背叛农场 完成老达顿主妇的任务后 维德被处死 报仇血恨大快人心 但也要付出代价 在场的牛仔们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 夜深人禁食 老牛仔带着沃克将尸体送往火车站 农场里的篝火再次燃起 雷普亲手给参与复仇的牛仔们 落上了黄石印记 今后他们将成为黄石农场的一部分 另一边 贝斯被舒梅公司解雇 两家公司的股价大战斗的两败俱伤 普罗维公司在商战中 收购了舒梅公司的大量股票 成为最大股东 维拉在进入舒梅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解雇贝斯 他很希望雷厉风行的贝斯为自己做事 但贝斯没这个意愿 杰米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 于是想尽办法找到了出狱的生父 与养父老达顿相比 生父兰德尔只是个落魄的维修工 在这场父子交谈中 兰德尔几句话就挑拨了老达顿 与杰米几十年的父子关系 杰米当即决定抛开农场为自己而活 黄石农场土地的归属问题将在今日解决 三方势力齐聚在杰米的办公室里协商 来之前贝斯完了阴招 安排人指控维拉在公司骚扰员工 维拉看到新闻以及贝斯挑衅的眼神 明白是贝斯策划了此事 舆论四起 维拉只能回避处理 将协商事已委托给了罗克 贝斯认为自己持有土地委托书 可以代表达顿农场进行谈判 杰米当场驳回 他指控贝斯持有的是由他州签发的委托书 蒙大拿州不予承认 而杰米作为农场的法律代表 同意将土地出售 如果老达顿拒绝 土地委员会会以十分之一的地价没收土地 州长将拥有对土地出售的最终决定权 老达顿最后的希望落到了州长身上 但结局令他失望了 州长也赞同出售土地 州长与杰米的倒戈给了老达顿当头一棒 就在他认为将要失去土地时 坐在一旁的盟友托马斯发话 普罗维公司建机场的手续看似齐全 托马斯另辟蹊径 要求查阅渔猎猎管理局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 这直击对方的要害 机场的悬址在河边 而这条河滋养着黄石公园和保留地 在此处施工必定影响生态环境 托马斯将据此发起诉讼 阻止普罗维公司在山谷内建设机场 同时他也欢迎老达顿加入 这场协商没能讨论出结果 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而且贝斯无中生有的骚扰指控 影响到了威拉的事业 这让他非常愤怒 罗克同样对贝斯痛恨不已 之前的股价大战让他蒙受了巨大损失 既然贝斯爱玩英招 两人决定来次更狠的 彻底解决掉达顿家族 贝斯在办公室内打包个人物品时 助理拿出了一份匿名包裹 拆开后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盒子 贝斯察觉到不太对劲 但没来得及阻止就发生了爆炸 另一边 在办公室中与妻子打电话的凯西也遭遇袭击 生死不明 此时的老达顿也浑身重磅 倒在路旁 他在帮路人修车时 遭遇了杀手的扫射 惯性的是 胸口的手机挡住了致命伤 雷普回农场时发现 达顿家族所有的人都联系不上了 他打电话给杰米求助 杰米却对此末不关心 站在黄石农场内 雷普感觉到整个山谷都死气沉沉